一大早汐止善勤慈慧堂好热闹 十几位的志工来到庙里一起包肉粽 他们从洗粽叶、煮粽料还有包粽子大伙忙个不停 而他们从一早五点多就来忙 目标是一天要包2500克的粽子 母娘慈悲 感谢我们周围熟悉的相亲 今天没拨 没休的时间 来拨我们的爱心众 我们都去做事工 这几年来我们已经办了十几年了 今年我们的质量很多 所以母娘今天我们来提早来拜 辛苦他们五六点就来了 虽然礼清情义重 这个情非常地沉重 当初一家感谢我们的志工年员 我们三勤慈慧堂 除了每年固定做一些百米的发放 那在我们的端午假节 他依旧满满的爱心 本持着母娘慈悲的精神 帮这样子的爱给很多的弱势单位团体 新北市议员周二林这几年都会来关心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爱心粽子送不卖 不过用料都是超用心 有菜脯香菇猪肉等等 志工们忙个不停 因为这两天总共要包5000颗的粽子 送给学校还有基隆家福中心 受证单位也颁发了感谢状表示感谢 家福中心就说爱心粽已经十几年了 算一算有一万多颗的肉粽 爱心满满 101年到现在总共13年 已经送给家福一万六千五百个粽子 然后我们都送到偏乡的地方 送给那些弱势的家庭跟小孩 然后其实除了送粽子之外 他们也这几年来送了大概将近十万斤的米 来帮忙寄住我们一些弱势的家庭 真的对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帮助 当五家节前 来让我们的孩子一起来欢庆 让孩子能吃到很棒的粽子 充满爱心 除了粽子之外 也感谢社会堂这边 长年来百米赞助我北港的孩子 帮助弱势真的不都人厚 端阳五月 粽夜飘香 当五节是我们传统民俗非常重要的节庆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扇勤慈慧堂 赞助学校的小朋友好吃的粽子 让小朋友感受到温馨美好的季节 在成堂主的带领之下 也结了和了我们很多的师兄师姐 还有一些志工妈妈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佳节 他们也预计包了将近五千颗的这样子的爱心粽 那家会哪些区域呢 就是有关于我们系职的一些各个学校 还有我们长久以来致力于这些关怀 弱势家庭的家辅中心 为在系职八连路的扇勤慈慧堂 不但平时送百米 从建庙开始十几年来 端午节前夕就会号召志工包粽子 馅料丰富 更多的是大家的爱心 希望弱势族群都能够过一个温暖的端午节 就从慧林细致采访报道